我們來討論這個POWER線的光學特性 POWER線有一個光學特性 就是說 一個光的話 如果平息對勝手 這樣射進來的話 碰到這個POWER線的話 它會反彈 根據那個 光的話的反射定律 它反彈以後 陸秀腳等於反射腳 反彈以後它會通過焦點 也就是說 這個的話 這個上是可以證明的 那證明的話怎麼證明呢 就是說 你在這裡的話 取什麼呢 取它的切線 切線的話 你用那個 危機分可以把切線協力找出來 通過這一點的話 你就可以把切線找出來 切線找出來的話 你就可以 把滑線找出來 把滑線找出來以後 你會發現 這個方向 跟這個方向的夾角 與 這個方向跟這個方向的夾角 這兩個角度會一樣 那這樣你就證明了什麼呢 證明了說 一束光射到泡線以後 它反射以後會通過焦點 那它還有道理 你一到光的話 從那個焦點 這樣射出來的話 它會平行 主軸 這樣出去 所以這個泡面的話 它有一些應用 比如說 我們那個手電筒 手電筒的話 這個盡量可以把它做成一個泡物面 那你把這個呢 燈泡呢 放在焦點上的話 燈泡的話呢 一亮以後 它呢 往這邊前進的光 當然沒問題 但是它如果呢 射回來的光 射回來的光 碰到泡物面鏡的話 它射出去以後 它一定會平行你的這個主軸 所以這個光 光的那個強度的話呢 會加倍 除了呢 光的話 除了往這邊射 的光線以外 反彈的光線的話 也會增加它亮度 這個就是它的一個應用 這個就是光 它的什麼呢 那個呢 光學現象